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牡丹的画法 首先我们调一个鼠红 然后笔尖的颜色浓一点 笔肚子的颜色淡一点 用笔尖去蹭颜色 然后用颜色在笔上形成这样的浓淡变化的效果 接着我们从花的中心处这样的按笔 往两边画 从花的中心处画 然后呢 每一笔 画完每一笔之后 我们再添加一下颜色 同样要画出这种弧形来 这个就是花中心处的画法 然后呢 我们再由中心处往四周去散发出来 然后颜色呢 也是要由浓变淡 笔尖的颜色较浓 然后笔肚子的颜色较淡 这样去按出来 按出花瓣来 接着呢 再往后画 往后面画的时候要注意颜色要越来越重 用的颜色 用的颜色 画牡丹花瓣的时候呢 就一定不能画成对称 画牡丹花的时候 花的形状呢 要奇怪一些 千奇百怪 不能把它画对称了 然后越往后呢 颜色会稍微重一点 我们可以稍加一点浓一点的薯红 蘸一点浓一点的 但同样也是要有浓淡的变化 深浅的变化 也是笔尖颜色稍微重一些 然后比肚子上的颜色呢 稍微淡一点点 好 这样去按笔按出来 牡丹花花瓣的外形啊 都是通过后面的花瓣去按前面的花瓣按出来的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等干一点点 等它花瓣七八分干 等到花瓣七八分干的时候呢 我们再用干一点的薯红 再用干一点的薯红 把它的形稍微给它补充一下 因为它这个花瓣都是压出来的 我们把它的形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的形呢 有点太湿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把它的形明确一下 明确出来 稍微小一点的花瓣呢 只要按一个缺口就行 大一点的花瓣呢 我们可以按一到两个缺口都可以 不用按太多 大一点的呢 按两个 小一点的呢 按一个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调重一点的薯红 浓一点的薯红 再加一点 可以秤一点点胭脂 让它的颜色呢 变得更重 现在要画的位置呢 要画它的花心处 为什么花心处的颜色要重一些呢 因为花心处等何要用藤黄来画它的花蕊 而藤黄的颜色呢 它是非常的透 所以一定要用重色去衬托 要不然藤黄画出来 会显出下面的红色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深一点的颜色去衬托它 画这个花心处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花瓣的形 不能把刚刚画好的花瓣的形给画回了 也是要顺着形画 小心一点 尤其是画在这种细节的地方 要用笔键 小心翼翼的把它给按出来 画到这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用藤黄加一点白来画 为什么要加白 也是跟藤黄的这个特性有关 因为藤黄它很透 加一点白呢 让它这个藤黄啊 稍微的颜色厚重一些 它的附着力强一些 好 等花心处呢 烧干一些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点出花蕊 点花蕊的时候也要注意 点成一头大 一头小 点成这样的小蝌蚪的形状 由中间往外散 或者是由外往里收 像这种由外往里 由外往里收 这种可以 然后呢 往中间带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 一种是往外 一种是往里 但是呢 要注意的是 它都是一头大 一头小 要画出这种大小的变化来 还有它的角度稍微要有一点点区别 不能都是朝同一个方向 或者是同一个弧度 包括它们的大小 尽量也是要有一些区别 还有它们的疏密可以进行一些安排 不能都画得很平齐 来一些疏密的变化 来一些大小的变化 这样呢 更显得自然灵动一些 有一些地方密集一点 有一些地方呢 疼疏一点 有一些地方呢 疼疏一点 有一些地方呢 花蕊 可以稍微的重一点 那么呢 我们整幅牡丹就画完了 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收藏一下 避免找不到咱们的账号 好的 那这个牡丹就完成了